大家好,我是我埃及500周业预测 今天是6月29号 今天我们要来讲三场个人的VIP的内容 德国队和丹麦 38 39 40 德国队啊,我们先来看德国队的数据 德国队主胜1块6毛2 平举3块8毛3 输是5块3毛3 放半夜球 8毛2 1块04 德国队是1胜3平2负 所以 德国队对丹麦队并没有绝对的优势 就这个挂项来看 首选 是主胜 首选主胜 是1比0和2比0 平局不能丢 平局不能丢啊 平局不能丢啊 这场球 德国队有平的可能的 虽然我的首选是1比0 或者是2比0 但是平局是不能丢的 这场球啊 德国队啊 平局不能丢 下面一场 英格兰 英格兰的数据是主胜1块3毛9 平局4块4毛2 输是8块2毛9 放1球半 8毛2 对9毛9 它是5胜1平 但是从我手上的挂项来看 这场 这个挂项非常的妖怪 所以要特别的小心 虽然我的首选 首选是平局 首选是平局 1比1和2比2 防主胜 如果钱多的话 主胜要加一个 不能少啊 平局 平局是首选 主胜不能丢 假如说 你胆子大的话 打一下反门试试看 和上次一样的 选一个受浪两球的 选一个受浪两球 受浪两球 估计也就是6毛左右了 受浪两球的 打斯洛伐克 你试试看 这个挂项非常的妖怪 可以说胜平局的可能都会有 所以大家在下注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这场球 我觉得很难打 很难打 虽然首选是平局 1比1和2比2 他这个 一块三毛九的赔率 你这个主胜 肯定是不能丢的 所以说 你如果 感兴趣的话 不妨打他一个反门 打斯洛伐克 打斯洛伐克 收浪两球 你试试看 小柱 你试试看 如果没有把握 可以 不打 都可以 下面场 西班牙 主胜是1块2毛页 平局是6块1毛切 苏是12块4毛4 放球半 放球半的 这场球 我认为首选 那就是主胜 首选就是主胜 1比0 或者是 5比1 这场球 我认为主胜的 可能性是最大的 西班牙对哥鲁基亚 这场球 我认为主胜的可能性 是最大的 假如在买做财的时候 你加一个平局也是可以的 现在八分之一 比赛 其实 欧洲的球队都不落 都有可能赢 这个落队都有可能赢出来的 所以这场球 虽然是首选主胜 1比0 或者是5比1 西班牙主胜 但是在买出财的时候 你可以不妨加一个平局 上面都可以啊 德国队和丹麦队 今天晚上的出财 肯定会有啊 这英格兰这场球赛 真的很妖怪 这场球赛很妖怪 可以尽量的避免它吧 避开它 都可以啊 德国队和丹麦队啊 德国队和西班牙队啊 相对来说把握很大一点啊 这场球很妖怪的啊 好 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 祝大家一路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